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23日全国影院按下了暂停键 到7月20日重新开张 期间经历了178天的停摆 观众与票房双双挂零 看天数是损失了半年 但实际上直到8月下旬才陆续有新片上映 空白期少说有200天 截止到昨天 全年官议人数下降70% 总票房不足200亿人民币 只相当于去年的三成 不过打开窗户看看国外 原来咱这才是解放区的天 由于抗议工作普遍拉胯 北美直接被打回到40年前的水平 除中国外 全球票房同比狂减200多亿美金 院线系统遭遇重创 只剩下流媒体一根毒苗在茁壮成长 业界已经在讨论电影院有没有存在必要的问题了 虽然影片的数量与质量均不如去年 但节目还是得做不是 本期我选出2020自然年终上映或上线 我自认为品质不错的十部国产电影来聊一聊 为防杠起见还是要不厌其烦的说一遍 以下只是我非常主观的选择 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认可 还是那句话 希望大家合而不同 老规矩 挑选时我会兼顾到类型 战争 犯罪 爱情 记录 喜剧 文艺 大叙事 小叙事 穿插着来 本来选择余地就不大 还得分猪肉 大家知道我有多难了吧 请同学们把理解万岁打在公屏上 除了国产十佳 后面还会有十大烂片 十大国际佳片 可能还会加上一期年度十大好剧 尽请期待 饭得一口一口的吃 咱先来看看2020年度国产十佳 按照主要市场大规模上映或上线的顺序排列 让我们开始 八百 管虎导演作品 作为疫情后首部供应的大制作 八百肩负着旧市重任 市场观影热情不高 毕竟电影动辄千万甚至过亿的投资 天方不见兔子不撒鹰 八百也不负所托 预售1.8亿 最终拿下了31.1亿票房 不光是今年的中国市场冠军 由于北美被疫情拖累彻底熄火 八百还是2020年度的全球冠军 什么叫惊喜 电影改编自1937年松户的最后一站 四行仓库保卫战 对外号称八百人是镇声士 实际是谢金元带领的八十八师 五二四团 四百二十三名战士 2017年有一部表现松户会战的捍卫者 但预算实在太低 只能阴陋就简 八百投入八千万美元 相当于五亿多人民币 剧组生生的挖出一条苏州河 在两岸盖起了200亩建筑 充分的预算支撑下 气氛 质感 运镜 都是工业级的战争类型篇标准 四行仓库之战并不是松户会战最惨烈的 那为什么要拍它呢 因为够荒诞 看看地图 仓库的位置很微妙 几十米外就是公共租界 老奖就是打给对岸的英美观察员看 英美看到了 世界也就看到了 可以说是一场戏 为11月的九国谈判争取政治筹码 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苏州河两岸一边在雪若横飞的打仗 另一边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天堂地狱皆在人间 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战争的荒谬 太有戏剧张力了 这一仗在战略上虽谈不上多重要 但打出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将而新闻报刊的轩染 中国不亡 中华必胜 成了民众的普遍共识 八百的镜头主要对准了基层士兵 用两个小兵的视角将战争引出 他们是从全国赶来正面上海 口音天南地北 日军压境 市民乌样乌样的往租借躲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导演这次要解决的主要是群像塑造 但也不能胡子没毛一把抓 前半段的中心人物是欧豪扮演的端武 他跟小湖北被抓壮丁到战场送人头 不想也不会打仗 满脑子想的只是回家种地 端武身上的成长空间是家国意识的觉醒 本来要跟张义扮演的老算盘当逃兵 但渡河过半发现日本人偷袭 放心不下小湖北 于是舍命发警报 当听到对岸的同胞喊自己英雄时 乱雾体验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崇高感 找到了比自己的生命更大的东西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设计 由于仓库旁边有爆炸物 日军没有用重武器 他们举着钢板掩护 要在仓库的外墙埋雷开炸 战士奋力反击 但打不透钢板 于是郑凯扮演的陈树生 绑着手榴弹纵身跳入敌群 丈夫许国不必相送 此处不是编剧的杜撰演绎 现在四行仓库纪念馆 就有这一幕的重现 但自从端午死后 故事就有些涣散 分界点是顶楼的户齐 这段拍的极为纠结 时长还特别长 观众跟演员仿佛僵住了一般 导演是想把主角 转换成对岸的民众 用折射来表现大时代 但安排的有些失衡 去世突然没了动力 再加上结局是撤退 天然不如冲锋 有气氛 只能硬扇悲壮 反正我看的是很憋屈 还不如多渲染一下 王千元与江武 带领的阻击小队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小瑕疵 比如那匹白马 简直是不死神兽 我知道导演是想表达失忆 但出镜率也太高了 虽然后半段陷入平庸 但综合来看 八百亿人称得上 是一部上层的 国产战争类型片 我也没觉得里边 有什么美化国党的成分 这个拉跨党 有什么好美化的 片中的国党上层 都是废物典型 别说治理全中国 连东南一个小岛 都整不明白 党都快没了 另外导演管虎 在上映前的作词行为 堪称人类迷惑大声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你要是因为这件事 不看八百 那我也完全能理解 他活该 树上有个好地方 张忠华导演作品 这部电影 估计看过的同学不多 他没有走院线 直接上线流媒体 导演张忠华 出生于83年的 六一儿童节 后来他也专注于 少年儿童剧本 2006年的紫陀螺 完成的极为出色 树上有个好地方 是那种看完 让观众心底 泛起美好情感的电影 上世纪90年代 陕西的一所 普通乡村小学 男主有个奇怪的名字 巴王超过 这个名字可大有寓意 他皆姓巴 他娘姓王 秉承男女平等的理念 干脆一块随了 并希望儿子 能超过所有人 带着玩儿 却只有调皮导弹一项 寄贯全村 天天与校长斗智斗勇 不过巴王超过 自己倒没当回事 啥事都掺和掺和 包括上课回答问题 谁能用以为和缩影 给大家造个局 你这种大 所以说我 有一天巴王超过 在村口发现了一棵歪脖子树 就先道先得 简单的装修了一下 把老师家长 慧莫说的针头线脑 藏在上面 DIY了个秋千 这棵树 成了他嘴里的好地方 严厉的语如老师眼看要生娃 就让正在上大学的妹妹粉提代课 巴王超过觉得这个老师有些不一样 他愿意跟孩子交心 上课坦诚亲切 下课打成一片 便于此处用了一首赵雷的民谣 渲染师生共乐的气氛 要降服调皮的孙猴子 最好的办法不是压制 而是放权 粉提老师让总喜欢偷看小人书的巴王超过 当了图书管理员 责任敢匆匆往上涨 从此建立秩序 有戒有还 这个小演员真是太有灵性了 除了童趣 片中还有一层性萌芽的意味 某天粉提老师的男朋友到来 巴王超过竟然吃上了无名醋 也学着大人的样子 在头上磨满了发胶 托尼老师直呼专业 最动人的一幕 是有一天去找老师 屋里没人 他就拿着相机乱比划 此时粉提老师和男友进来 巴王超过慌忙躲在床下 先前老师的床坏了 玩而去找木匠老爸 要了一堆木蝎子垫床 在这刚好派上了用场 神来之彼啊 因为一场搞砸的恶作剧 巴王超过误伤了粉提老师 父亲大怒 拿着电锯将好地方变成了树墩墩 这个夏天 他收获了满满的成长与教训 电影有一些反思教育模式的意思 但表现得很温情 巴王超过把宝贝埋在土里 旁边的树墩上长出了心芽 那个心中的好地方并没有消失 夺冠陈可欣导演作品 体育类型是国产稀有品种 好莱坞单美式橄榄球 就能拉出一长串加片 此外还有棒球 篮球 冰球等 美国竞技体育产业空前发达 故事素材自然就多 我现在有印象的国产体育类电影 一个手都能数过来 最早1958年谢晋导过女蓝五号 81年的沙欧 2000年的女帅男兵 再就是林超贤倒的破风与激战 没了 夺冠原名中国女排 经历了改名风波 春节党消失 一眨眼被拖到了国庆 女排是中国体育的金字招牌 50年代起步 成绩一直不温不火 1976年重组 原委民成为新女排首位主教练 也就是吴刚扮演的角色 1978年一位年仅18岁的天津姑娘入选国家集训队 她叫郎平 1979年22岁的陈忠和作为陪打教练入队 夺冠里重点表现的铁三角集齐 1981年女排一名惊人 在第三届世界杯上 以七战全胜的成绩 力压东道主日本 拿到了队史的首个冠军 片中也重点表现了这一幕 真真是万人空向看女排 彼时刚改革开放 打开国门一看 我们已落后于时代 中国人骨子里向往卓越 世事争第一 就需要一些精神上的刺激 此时中国女排横空出世 肩负着民族热望 拿下了世界冠军 而且打败的还是速递日本 我们真是太久没有赢过了 激励一代人这句话半点不夸张 此后女排又连夺四冠 成就五连冠尾业 尤其是主攻守郎平 以铁狼头的外号名满天下 这次导演陈可欣做出了大胆的尝试 除了郎平 袁伟民陈忠和 其他的姑娘全是正进八百的排球运动员 确实也很难找到十几个腿长一米 又会打排球的专业演员 其中扮演青年郎平的 正是郎指导的亲闺女白浪 看得出姑娘们很尽力 但毕竟不是专业演员 运动戏无可挑剔 闻戏就弱了一些 陈岛只能把戏压在吴刚 黄渤与巩力身上 夺冠的叙事框架就是几场关键的比赛 穿插着训练与文系 时间横跨三十年 有些信息点只能用字幕交代 每场比赛都有力道有悬念 里渔奥运会打巴西的那场 我当年还看了现场直播 竞技体育的魅力不是摧枯拉朽 而是交替领先过瘾 除了运动戏到位 家国情怀这块当然也是加分的 中国足球无论踢得多么烂 大家还是看 我们并不是多爱看球 而是爱中国 希望祖国能赢 夺冠中最让人欣喜的是对女牌精神的阐释 这才是陈岛的核心表达 八十年代的女牌精神就是四个字 为国拼命 把谁放在当时的位置上想要出成绩 也只有拼命练这一招 营养设备梯队 比起西方强国 我们什么都没有 舍得一身寡才能把强队拉下马 第一批女牌姑娘就是在残酷的条件下 拿到了五连冠 她们每个人都值得一枚战斗勋章 当代的观众 也能以平常心看待胜负 因为咱各方面都开始变得卓越 体育不再是落后的安慰剂 陈可欣通过对狼指导的细致刻画 诠释了新一代女牌精神 狼指导是经历过浴血奋战的 她最明白 为冠军论的优劣 为国争光 与享受运动的快乐之间 并非不可调和 赢了你与集体同荣耀 输了总结经验教训 下次做到更好 我放不下你们 放不下排球 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 你们应该振奏起来 从为国拼命到成为更好的自己 让祖国骄傲 这种重新诠释 是我觉得夺冠里最好的部分 这才是拥有全方位自信的 新一代中国运动员 京都黄麒麟导演作品 黄麒麟是当下 香港风头最近的编剧之一 京都是她的长篇处女作 简单的故事 不简单的表达 算得上近些年很走心的港片 京都是坐落在香港 迷敦道的一家商场 主营婚庆用品 从这个场景 大致就能判断出 影片的主题了 阿芳在一家婚纱店工作 每天都能看到 喜笑颜开的新娘 但年过三十 还没出嫁 她并非单身狗 与隔壁婚庆摄影店的 小老板阿荣相恋多年 暂时租居在一栋小公寓里 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 却也舒适温馨 两人最近也正在谈婚论嫁 阿荣对阿芳很体贴 但她是个妈宝男 控制欲超强 阿芳在他们母子间 基本没有话语权 某天阿芳听到阿荣 跟伙计讨论业务 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就是何生是结过婚的 那你这张证书 原来十年前 阿芳刚踏入社会时 穷得一批 连房租都交不起 于是通过中介 与一个想拿香港 永居身份的大陆人 假结婚 本来商量好几年后 分数攒够了就离婚 但阿芳马上去相关部门查询 发现自己还是已婚状态 现在连中介也找不到 那个叫杨树伟的大陆仔 此时阿荣刚刚在 重目睽睽之下 跟阿芳求婚 弄得他骑虎难下 以阿荣的小气性格 如果知道阿芳是再婚 肯定会抓狂 此时那个叫杨树伟的大陆仔 也在找阿芳 这里导演安排了一个 很戏剧化的桥段 他们真就碰上了 小伙倒是挺坦荡 说你只要配合我 拿到永居权 离婚没问题 还愿意再追加几万块 要顺利拿到身份 需要全套作戏 比如二人的生活合影 就去家居城的样板房里 拍照充数 一来二去 两人加深了一些了解 杨树伟是个不想承担 任何责任的小伙 在福州老家有个女朋友 但不想被婚姻束缚住 她的目的是 以香港身份为跳板移民美国 她觉得加州就很自由 万事俱备 还差一封阿芳 写给老公的亲笔家书 正是这封信出了岔子 当阿芳在施礼服时 阿荣偶然间翻到了信 和预料的一样 她果然情绪失控了 阿芳与阿荣的多年感情 在争吵中魔折殆尽 电影独到的地方是设计了双重成长线 像两台逆向行驶的车 阿芳千方百计的想结婚 到临门一脚却害怕了 杨树伟千方百计想自由 后来却选择承担责任留在家乡 几个月后 阿芳在商场碰到了来买奶粉的杨树伟 两人刚好逆行到几个月前出发的地方 不结婚就有自由了吗 京都刻画了现代都市人的婚姻困境 不光是女性 到了年纪就要结婚生子 是一种普遍的群体压力 不按照这条路走 就像做错题的小学生 身边的每个人都想来纠错 阿芳问阿荣为什么要那么急着结婚 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反正大家都这样 导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立场 婚姻也许就像阿芳买的那只小乌龟一样 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牢笼 自由与束缚 是一道无解的人生难题 去年一部我和我的祖国引爆国庆党 虽然还是国家民族的大概念 但切入点够小巧 引起观众的普遍共鸣 家乡还是老配方 五祖导演各管一摊 国内的一线明星差不多到齐 主席写过一首七绿回韶山 其中一句未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唤新天 我和我的祖国大致映照着前半句 而我和我的家乡则聚焦日月唤新天 被无数人人志士保护得很好的中国 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开场一首《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道花香两岸 在我心中这是非官方的国歌 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条河 那代表着故乡 五短片各有风味 这次没有历史大事件 更多对准普通人的日常 宁浩去年与葛大爷合作 赢了满堂彩 今年继续张北京的故事 这次聚焦北漂的异乡人 一天远房老旧来访 说自己的假装线出了问题 但没有医保不敢手术 当北京亲情上头 就说你用我的卡 剃个秃瓢 敲不声的去 谁也看不出来 严老旧的是平原上的夏洛克里 把唾沫当发焦用的狠人战役 北京好人是典型的宁浩风格 以物汇为切入口 把真情内核拖出 主题是城乡医疗 经过十几年投入 新农河已基本覆盖所有农村人口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可大爷是万能的 他无论演什么怎么演 老中亲观众都能接受 这就是实力 天上掉下个UFO 陈思成掌筹 中秋之夜 贵州前南的阿富村金线UFO 全国上下引起震动 再见科学栏目的老唐和小秦 两名记者闻声而来 要查明UFO的真相 博哥演一个民间野生发明家 特色是发明废品 应该是照着刑部上书耿歌设计的 贵州以前是第五三指评的老大男穷省 这两年发展很快 那些让人望之声味的山间高架桥 是奇迹般的存在 阿富村离著名的天眼望远镜 只有15公里远 隐隐映照着科技新国的主题 但五股短片里 我对UFO最无感 闹得太过头了 徐正导演的最后一刻很好哭 与子女住在欧洲的范老师犯了阿尔兹海默症 只剩下二十多年前 在旺溪村教书的回忆 儿子没辙就打电话给旺溪村的县村长 希望帮助场景还原一下 1992年那间破旧教室里的最后一刻 范老师曾是村里唯一的老师 语术外全能 把十年最好的青春留给了乡村教育 当年破一烂山的孩子们 都已长大成了栋梁 从而引出有笑有泪的故事 范伟演得非常出色 语中送颜料的那场戏 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几个笑料也很不错 既祖国里被宋家嫌弃 雷家因此次又中招了 你的头怎么变大了 变得呀 回乡之路的故事 发生在陕西毛乌苏沙漠 曾是个人人都想逃离的不毛之地 从小在这长大的乔树林 刚上来是个油华商人 师姐艳妮是风头正进的带货主播 乔树林就拼命的舔 希望站个坑 卖自家的沙地苹果 这段的人物心里弧线幅度最大 前半段乔树林满嘴跑火车很油腻 后面大碍无疆 原来所有的市块钻银都是面具 邓超是个好演员 只要有空间他就能发挥 最感动的莫过于结尾 那些现实生活里防风自杀 造福一方的英雄们 神比马良阵容主要是麻花戏 沈腾玛丽挑大良 开头几分钟观感一般 觉得故事太扯了 一个机关里的画家 放着著名的列宾美术学院不上 非得下乡扶贫 没想到后面越来越好 笑耿频出 沈腾不愧是长在笑点上的男人 麻花最好的作品 效果也就是这样了 而且利益很高 之前四个大多跟温饱有关 而神比马良上升到了美誉 谁说农村不需要美 以后提起农村 不只是天然淳朴 还有精心设计出的美景 玛丽最后的那句 我的丈夫选择了伟大的事业 我真的被感动了 家乡和祖国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人对没有国就没有家 这句话印象最深刻 国家强了 家乡自然会更好 每年的巨量转移支付 精准扶贫 各种振兴中西部的计划 国家没有忘记几十年前 对人民的承诺 一点就到家 许鸿宇导演作品 一点就到家听上去是在描述 加班国的悲惨生活 看片名妥妥的像烂片 出稿写的稀碎 七月开拍时 剧本还没定 边拍边写 我以为肯定完蛋 没想到竟然是今年 最流畅到位的喜剧类型片 最大的功臣是导演许鸿宇 他拯救了这个稍嫌 简单直白的命题作文 搞艺术的人容易陷入自我陶醉 但剪辑出身的许鸿宇 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也愿意去满足 中国影坛非常缺这种尊重市场的 类型片导演 魏进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雷军说抓住风口 猪都能飞起来 而魏同学和罗老师一样 堪称行业明灯 他做过共享单车 生鲜配送等项目 一头猪都没飞起来 全都死在圈里 云南青年彭秀兵 北漂十年 送了几十万件包裹 存了二十万人民币 他在送最后一单时 偶然救了想自杀的小魏 两人踏上了云南创业之旅 项目不用想 小彭只会送包裹 于是创立绣兵快递 他雄心壮志 说大城市竞争激烈 但农村还是电商处女地 问题是村里的年轻人都走光了 剩下的老弱妇孺 连网购都不会 二人只能去集市上推广网购 不会操作没关系 我可以帮你买 一点就到家 这本质上是一个代购业务 开始还不错 但因一次退货风波 二十万初始资金打了水漂 从零到一很难 归零却很简单 此时村长儿子李绍群出场 村里世代种普二 他偏偏热爱咖啡 跟父亲决裂 人人弹枝色变 社会性死亡 去后山找李绍群的这场很有意思 突然加入了恐怖片元素 毫无违和感 导演类型玩的溜 一点就到家 是一篇命题作文 中心思想已定好 年轻人回乡创业 扶贫经济内循环 但有镣铐不代表乏味 关键看故事怎么讲 导演在有限的空间里 加入了非常讨巧的设计 比如二人要去说服李绍群 入伙卖咖啡 不是坐下来小之一里动之一情 导演用了一个双场景 来回跳转快些 一会儿大鹏 一会儿房顶 不到两分钟就讲清楚 动感又新颖 电影最初是被当作 中国合伙人二来打造 许鸿宇是陈可欣的徒弟 竟然拿老师开涮 你什么客户啊 这么土 三个叫英文的 全片最让人感动的 是集市上的那场戏 三个小伙子 把村里的电商做起来 原本熙熙攘攘的集市 没有人去 变得破败不堪 三个人看着苦苦的卖茶老人 有些愧疚 这段拍出了对旧时光的依恋 挨而不伤 非常动人 导演真的走心了 作为创业题材 一点就大家不再是大城市里 烟雾缭缭的勾心斗角 小魏在片中说了一句台词 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 上过两年班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远 中华大地是一片热土 振心相礼 让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愿意也敢于回家 把货送出去 把人带回来 蓝色防线 上昌仪 周德 刘新导演作品 本片是中国首部海外维和战地即时电影 维和部队四个字 对大众来说 既熟悉又陌生 显著特征是蓝帽子 简单说就是美中日法等几个大国错份子 从各地抽调军队 派驻到战乱区 击舰防疫防暴保护平民免受战火蹂躏 履行大国责任 维和部队采用轮岗制 蓝色防线跟拍的是其中一个富人联队 杨根思联 设置阻力15年拍了300多小时的素材 蓝色防线采用访谈与现场混检的形式 这次要去的是非洲的南苏丹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 2011年才建国 2013年开始打内战 现在也不消停 内战无外乎两个原因 族群与资源 一个穷的吊渣的国家 却拥有石油矿藏 本身就是资源诅咒 没有富国强兵 却成为动乱之源 中国军队来到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架子机枪满街乱秃秃的皮卡随处可见 营地位于南苏丹首都珠巴郊外 大约有3.7万难民居住 维和是一个烫手的活 两边不是人 维和部队的首要原则是不偏袒任何一方 即使在难民以外100米的地方交火 只要子弹不飞过来 部队就不得干涉 看上去很明确 但实际操作很难 敌队双方 基二族与努二族都觉得维和部队在拉偏手 经常有让人啼笑皆非的画面 两族人在营外打成一锅粥 受伤的士兵把军装一拖 就往难民营里扎 按规定是不能拒绝平民的 把伤治好 出去扛枪接着打 维和营地成了免费的后勤 难民营内部也不消停 经常一点小事就搞成上千人的泄斗 蓝色防线涵盖了连长 多个视角 因为战士说 他宁愿去真正的战场上拼杀 敌人目标都是确定的 生死都明明白白 但守卫难民营看上去风平浪静 却潜藏着危机 指不定哪个投铁的往这打一冷枪 精神压力极大 作为一部电影 哪怕是纪录片 也一定会有高潮设计 蓝色防线当然不例外 2016年某段时间内战格外激烈 平常有榴弹飞入难民营 中国军队严阵一带 但还是出了事故 哨所与部战车相继被火箭弹击中 车上有大量的弹药 如果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战士们冒死上前救火 但其中有两位战士 杨树鹏与李磊受了纵伤 经过一个多小时 不间断的抢救 二人不幸去世 这一段实在太催泪 战士们轮番去杨树鹏身上 做起搏按压 依然无法拯救生命 死亡让人悲伤 但向死去战友的亲人传达死讯 则更让人难受 如同炖刀子割肉 指挥员打完两个电话 感觉人都虚脱了 我非常不愿意打电话 但这是我的职责 有同学可能会问 这值得吗 怎么说呢 从国家逻辑上来说 就值得 大国必须在道义上 承担起维护秩序的责任 辅助弱小国家 是一种长远影响力的 积累 即使是击中南返的非洲 也是可以改变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卢旺达 1994年 这里发生了战惊世界的 种族大屠杀 那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短短26年后 卢旺达成了非洲发展 最快的国家 年增长率超7% 治安良好 前段时间网络盛传 卢旺达的阅兵视频 就是我们的解放军 帮助训练 同样的人 在不同的组织里锤炼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战士 这些影响力 都是一点一滴 积累起来的 中国维和部队的任务 是在塑造大国的基座 落后地区良性发展起来 中国也会获益良多 气球 万马彩蛋导演 这是我第三年 在夹片盘点中 选了万马彩蛋的作品 导演 您是不是应该多少意思一下 气球的海报上写着 信仰与现实如何抉择 这句话就是万马彩蛋 所有创作的内核 关注宗教与世俗交接的灰色地带 万马彩蛋最初是写小说的 他的电影大多都有小说的底本 所以才会如此有文学性 重刻画而轻表达 带着浓浓的诗意 导演没有交代具体的时代背景 从纸板手机判断 应该是05年前后 卓嘎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大儿子在县城上初中 两个小的调皮活泼 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 但是很幸福 同时他也很幸福 卓嘎去诊所领安全套 涮案家那口子泰姆 几乎每天都要 谈话间甚至带有一些炫耀 但诊所刚好没了备货 女医生就把自己的一个给了卓嘎 然而就剩一个 还被俩臭小子又偷走 跟朋友换了哨子 丈夫达姐的欲求排山倒海 卓嘎宁不过丈夫就冒险势力吧 没想到真的又中奖了 某天放羊时 达姐的老父亲突然猝死 达姐就去问上师 父亲的亡灵会转世去什么地方 上师也不知道咋算的 就说还会回到你们家 没多久卓嘎就怀孕 全家人都认为是天意 所以达姐坚决反对妻子堕胎 这事很扯但达姐有她的论据 大儿子江阳生下来身上 就长了个大黑痣 而她奶奶身上也有 这就被看作是转世的铁证 梦境中两个孩子 把哥哥的痣从身上拿了下来 光着屁股在沙地上奔跑 这一段真是失忆极了 此外还有卓嘎的妹妹卓马那条线 她年轻时为情所伤 出家当了尼姑 也坚决反对姐姐堕胎 但她自己却忘不掉世俗情缘 世俗化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 藏民的政治身份当然是中国人 但他们的相当一部分生活准则 是宗教化的 世代流传的信念很难说变就变 导演万马彩蛋用了大量的意识流镜头 表现世俗与神性的融合碰撞 孩子生没生 导演也没有明说 只表现了卓嘎在诊所泪流满面的脸 打或者不打都是痛苦的抉择 没有答案 气球是全片中最重要的意象 它代表着欲望与神性的综合体 红彤彤是世俗之欲 气球总是向天上飞去 指向宗教的神性 而人的肉身是现实的 沉重的 红色的气球就像是片中 每一个挣扎的个体 一秒钟张艺谋导演作品 年过七十的张艺谋 没有选择老干部退休生活 却老儿迷奸 近三年导了五部电影 类型横跨犯罪 谍战与文艺 这产量秒杀国内大部分年轻导演 他对电影是真的热爱 一秒钟拍得非常快 46天就杀青 但因时代背景涉及到文革后期 比较敏感 所以隔了两年多才公映 张艺谋很擅长挖掘女演员 从早期的巩俐 到张子怡 董洁 妮妮 周东宇 张导的戏都成为他们的人生转折点 国师是中国影坛 当之无愧的女性之友 一秒钟之前 大多数观众肯定不认识刘浩存 听上去像个男孩的名字 其实是个长得特别水灵的大姑娘 2014年张导拍了归来 改编自严格林的小说 陆范燕石 一秒钟的故事原型 就来自于小说前半段的一节 陆范燕石的女儿丹丹 在一部讲血腥虫的科教片中 出现了几分钟 她拖着老麦的身体 翻山越岭去看大荧幕上的女儿 张艺扮演的张九生 因得罪了造反派 被发配劳教 一天收到朋友来信 说在英雄儿女开场前的新闻简报里 出现了一秒钟她女儿的尽头 张九生被判刑时 女儿才八岁 已经六年没见 于是不惜逃跑 也要看女儿一眼 前数字时代 放电影必须用胶片拷贝 这玩意儿很贵 除了城市 偏远地区只能轮着放 张九生一直死盯着胶片快递小哥 却没想到被个叫刘闺女的女娃脱走 前半小时就是二人的追逐 国师确实剧眼会挑人 刘浩存眼神清澈灵动 天生的大一幕脸 刘闺女没爹 而张九生没女儿 两人形成了情感补胃关系 但有个问题 刘浩存的身形动作 特别是台词 都太像现代城市里的孩子 年代感不太够 终于把英雄儿女的拷贝 交到了放映员老范手上 这个人物的塑造 是全片中最成功的 老范刚出场时 甚至有些趾高气昂 那个时代 电影放映员可是个稀罕之夜 在小镇上举足轻重 支撑着群众的精神生活 走哪都有面 饭店老板还特意加了一勺辣子 他对自己的职业颇为自豪 对于想图谋篡位的同学 严防死守 因为路上出了岔子 一本胶片被马车拖了几里地 损毁严重 老范马上号召大家抢救 我开始以为 一秒钟会类似于天堂电影院 渲染匮乏年代的光影记忆 但实际上不是 虽然也有大家凑堆看电影的桥段 但老范与张九生 包括刘闺女 对电影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爱 重点表现的是妇女情感 但有些镜头还是非常漂亮 比如屏幕的正反都坐满了人 自行车的剪影等 国师的视听功底真是扎实 张九生琢磨最多 张义的演出无可挑剔 那场眼泪悄然滑落的戏很动人 一秒钟太短 不够 刘浩存这小姑娘太有灵气 前尾亮出女装的一瞬 整个影厅仿佛被点亮 像极了我的父亲母亲时的张子怡 张导说 她有实力当周冬雨的接班人 咱们拭目以待 拆弹专家二 邱李涛导演作品 本来我的电影不报什么预期 在主创主题都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剧集很难拍得出彩 没想到拆弹专家二拍得很不错 可以说是18年无双后 最到位的港式金飞片 导演邱李涛现年59 早期以写点闻名 又重口又变态 别看他人长得凶 生活里的性格倒是极温和 新千年北上后 写点肯定是没戏了 喜剧爱情警匪都能拍 极为全能 与他的老乡林超贤一样 都擅长处理炸翻天的大场面 2017年的拆弹专家 首部拿到了四亿票房 成绩中上续作马上安排 有个较大的问题 华仔在检尾壮烈了 拍续集只能前转或者重启 导演选择格式化 从头来过 如此就对观众比较友好 即使你没看过一 或者剧情忘了个干净 看二也完全无障碍 除了雷打不动的刘多华 阵容里还有刘青云和妮妮 二流最著名的对手戏 肯定是99年的暗战 铁汉汉警察对垒垂死侠盗 那时他们还都很年轻 拆弹二的情节比手部复杂 手里头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 构造出生涯近20年 最好的人物关系图谱 刚开头 号称是世界上最小的核弹 戴维在香港机场爆炸 但接下来核弹这条线就消失了 全片大部分时间没怎么提 导演用一个假设叙事 左右核弹是否汇报的关键人物 是华仔扮演的拆弹专家潘成锋 刘青云扮演的董卓文 是潘成锋的好兄弟 二人群同手足 也都热爱自己的视野 但一切被某次任务改变 本来挺顺利 歹徒设计了子母炸弹 分别绑在一对情侣身上 重量感应引爆 两边一起剪引线即可拆除 但就在要撤退时发生了意外 没想到歹徒还安排了个彩蛋 潘成锋中招 左腿膝盖以下报废 这次的一支特效做得挺完美 基本看不出痕迹 潘成锋积极复健 各项运动指标不输年轻人 满以为自己可以重回岗位 但高层不想担责 就派他去当文职 这在潘成锋看来是一种侮辱 当一个执念重下 就会越长越大 他甚至怀疑好兄弟董卓文 想颤击上位 这段翻脸的对手戏爆发力十足 表召大会上潘成锋暴走 直接拉条幅抗议 让警队颜面扫地 五年后潘成锋已离开警队 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像是劫匪 又好像是卧底 导演一直保持着扑朔迷离的气氛 让他在正邪之间反复地跳 从而成功地营造出悬念感 你还能不能继续你的情统 这其中的关键人物 是潘成锋的前女友 妮妮扮演的女警庞灵 警匪动作片里 女性角色往往是陪衬 但拆带二中大不同 无论是叙事还是情感上 妮妮都非常重要 可以说后半段成了整个故事的动力 一系列变数都来自于他公司混杂的决定 一方面想抓坏人 一方面想救赎潘成锋 再需要给情绪的几场 妮妮表现得也很不错 当然戏品的话 剧情bug也有 如此级别的爆恐事件 竟然没有惊动中央 这不科学 反派的作词 只用一句被洗脑就全解释了 这不科学 瘸腿滑仔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不科学 拆带二胜在节奏 剧情密度大 一环套一环 拆成专家邱里陶老师 又把香港的地标轮圈炸了一遍 那些剧情比较硬的地方 我也就忍了 商业景品片能做到这个橙色 无论如何都值一张票件了 总的来说 2020年的中国电影更偏向于保守 去年出了不少新导演新作品 但今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各大公司求稳至上 大多是知名导演挑大梁 希望随着市场的回暖 明年会更好吧 毕竟咱最糟糕的2020都见识过了 本期就做到这 如果觉得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比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